我們對於這次的網站會應該堅持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台灣主權的原則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並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這個是事實 也是台灣絕大多數民意的這個訴求 所以如果王玉琦到了中國 他必須要秉持這個原則 第二是公開透明的原則 他到中國去做了什麼事情 見了什麼人 說了什麼話 都必須要遭公信 第三是立法監督 他去之前以及回來之後 都必須要向立法院說明 除了這個之外 我想有一些事情 那是不應該碰觸的 他不應該碰觸的議題 包括涉及政治談判協商的這個議題 包括一個中國的原則 中止敵對狀態 和平協議 軍事信心機制 統一前的政治架構 或者是兩岸的統一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一個中國的框架 這些都不能談 如果有涉及任何政治性的議題 政府應該依照馬英九在2011年所說的 應該經過台灣人民以公投方式決定 同意之後才得以進行 另外我們也覺得說 王玉琦這次訪問中國 也應該談到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包括 中國人民所關切的 台灣人民所關切的 這個人權與自由的這個問題 那有關於福茂協議之中有嚴重爭議的部分 包括不平等的這個部分 應該要求重啟協商 有關於食品安全協議的落實 尤其是三句清安事件的這個賠償事宜 王玉琦也應該向中國政府提起 有關於共同打擊犯罪協議的這個落實的部分 他也應該談 尤其是遣返經濟犯的這個部分 另外在投資保障協議的這個落實方面 尤其是處理台商受害的這個案件的後續處理方面 王玉琦到中國必須要提起 也應該要求中國政府積極處理 民進黨除了關切許志勇的這個處境之外 我們也高度關切其他所有被逮捕 被拘留 被刑求 被污衊的 維權人士以及爭取言論自由與民主憲政的所有的良心犯 我們對於習近平上台之後的人權與自由倒退的現象 一直高度關心 臺灣人民一直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保持高度的關心 如果中國政府持續打壓人權 潛制言論自由 這構成了兩岸交流的最大障礙 民進黨要求 中國政府在農曆年前釋放所有被拘捕的維權人士 釋放對中國政治發展的這個正面訊息 讓世人感受中國政府向普世價值文明社會靠攏 這個普遍原則 你們言論他會不會應該會談馬錫會吧 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預料 但是有關於這種理性的思考或者是說正常的這個思考來看的話 我想王章會絕對不是為了王章會而設 我們在推估的過程當中 是覺得說這個就是為馬錫會在暴露 那同樣的如果是馬錫要會的話 如果說是把它當作是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正常化的一大步 那排除了所有的政治前提條件的話 那我想這一方面我們並不會反對 但是如果在這個會議的過程當中 有設下任何的一中框架 有任何的前提條件 或者是說我們這邊對於我們的主權有任何的矮化的話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 也因此如果說台灣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這個正常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必須要去注意所有的這些可能的陷阱 也必須要去捍衛我們自己的權利